真菌蝕虐,亞洲、非洲,香蕉陷滅絕危機 今次拯救對象來香蕉,對這種真菌行威脅中,隨時沒命 Roger 啊,怎麼這麼大恐怖啊? 讓我趕快進入兩隻 那隻真菌還沒有農業對抗抗家 首先是印尼泡花,幾個禮拜而已 就有東南亞傳到西南的地方 不過現在還有真菌理由相信 這真菌已經登陸拉丁未將 對呀都將,如果真菌登陸拉尾,就會像生火般發炎 將全球香蕉產量達到85% 愚人節節過了,就玩吧 不是開玩笑的 因為拉尾出口的華蕉佔全球香蕉出口數量達到95% 聯合國的警告,要盡快找到對抗方法 這種威脅全球香蕉的真菌,可以在土耳內生存超過30年 透過水分和殘留在機器或鞋上的泥土散播 香蕉樹受感染,內部就會被侵蝕發黑 兩至三年就會枯毀 其實香蕉都不是第一次面臨危機 1950年代,因為爆發黃熱病 令大米七香蕉嚴重短缺 所以自有溫室培植出來的華蕉 現在華蕉已經佔全球香蕉產量47% 哇,你又在做甚麼? 快點跳吧,不空中拿來的